浪漫五月雪处处盛开 今年新竹县童花季选在关西镇举办 花矿已经开了八成以上 因此就推出了推广走访古道 老街的游聊客装小旅行 5月6号7号也要在东安古桥开幕 邀请朱宗庆打击乐团 上演环境剧场 带来视觉声光震撼 一朵朵由童花站开闭合 竹梦舞集花团紧簇意向的舞蹈开场 县长杨文科也旋转童花伞 象征今年童花季正式展开 除了主推关西的人文地景产 更结合湖口新浦的私房秘境 来童游客装 这一次的童花季可以讲有很多的特色 特别是它跟关西镇 新浦镇 湖口乡一起来找出一些秘境 来让大家来这边走一走 同时关西镇也结合了人文地景产 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的一个活动 现在的童花的开的程度已经几乎到百分之百了 人家讲的四月花五月雪 我想五月六号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关西不一样的光景 来到关西镇东安里的草圈道路 童花似白雪纷飞 一棵树下就能掉落上千朵 变成花地毯 整条路都是当地人的闪花秘境 举箱献上鲜花水果 向伯公祈求活动圆满顺利 五月六号五月七号将在图书馆与东安谷桥举办开幕活动 包括八雀音乐剧场 童花市集与课语闯关等 更特别邀请朱宗庆打击乐团 上演艺术环境剧场 搭配东安谷桥壮观的牛栏河景 呈现精彩声光大秀 东安谷桥的下面呢 我们这一次有邀请到 台湾非常知名的朱宗庆打情乐团 以及我们在地的竹梦舞集 还有牛栏河剧场 一起来上演我们这个环境剧场 从上个礼拜开始 每个礼拜六日 都有在我们的关西分数所来演昆曲 所以我们这个昆曲 可以说是粉末登场 非常精彩 推广古迹文化 所场宿舍园区连续三周 带游客体验古典昆曲的雅兴 包含一日戏装 演员座谈等 听戏品名 让表演艺术融入在地观光 要用丰富的艺文展演 迎接浪漫五月雪的到来